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光天化日下,一个帅哥居然主动翘起臀部给女人摸 而女人也毫不介意地伸手就上 昨晚弥留之际,外公想起生平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晚,我来替过世的女儿打抱不平 外公来到车义员的办公室 结果发现办公室的门开着 打开灯后,外公看到凶手正在杀害车义员 然而还来不及将这些告诉义愤 外公便遗憾此事 尽管人已经去世,但警方还是怀疑外公 甚至需要对其进行验尸以做进一步调查 壮烈将警方的态度转达给义愤 义愤没有反对调查,只是神色悲伤 壮烈于心不忍,便找来负责给外公治疗的医生 在负责调查的警官面前 医生将外公身患帕金森症的事情如实说出 在这种情况下,外公根本无法握住胸器 壮烈也据理力争 他认定包括车义员在内的刺激凶案是连环命案 认定义愤外公是被陷害的目击者 在壮烈的坚持下,警官总算答应不再对义愤外公展开调查 壮烈还帮忙登记了外公的出病和入恋时间 几天后便是外公的葬礼,外公的忽然去世,令义愤伤心被治 如今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对外公多加关心 他曾以为外公讨厌自己,直到现在才恍然 外公是独自承担一切,是想留给他平静的人生 同时壮烈发现葬礼上几乎全村人都到场调研 唯独小金没来 照理说小金平常和义愤走了近,于清于理都该出现 壮烈拜托两位同事帮忙跟监小金 同时发现小金似乎失踪了 此外还查到小金辞掉了便利店的工作 既没去工作室也不在家 更要命的是小金手机关机,无法定位 同时没有信用卡消费明信 两样加一块根本就像是预谋潜逃 然而调查客运站监视后 却并没有找到小金出逃的画面 壮烈为此头疼不已 葬礼期间,警长将外公调查车议员的策子交给义愤 义愤决定公开里面的内容 很快车议员腐败贪污的事上了新闻 也算是了却了外公的一桩心事 这段时间也因为伤心 义愤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饭 壮烈十分担心 于是叫了义愤最爱吃的 并嘱咐他只有保重身体 才能运用超能力查到凶手 义愤被壮烈说服 他很感谢壮烈替外公洗刷了冤屈 也决心打起精神追查案件 壮烈和同事们头脑风暴 认为现在耽误至极是找到小金 防止这家伙继续作案 万万没想到小金居然主动出现在了葬礼上 在义愤面前小金解释 自己之所以来晚是因为去找母亲耽误了时间 原来这些年只要亦有关于母亲的线索 小金便会抱着一丝希望前去确认 然而每次等到的只有失望 小金也向义愤坦白 自己确实想过杀掉车医员为母亲报仇 但自从来到这座村庄 他渐渐没了复仇的心 就算复仇成功 怕思念的母亲也不会再回来 同一时间 杨牛大叔偷偷摸到巫师先生家 并找机会摸了巫师的大腿 结果发现了巫师前几日 拿着刀子去车医员办公室的画面 杨牛大叔将此事告知壮烈 不想这话刚好被警官听到 警官以为杨牛大叔是目击者 便立刻派人搜查了巫师的家 但奇怪的是 巫师家里并没有发现 那把作为凶器的促销刀 警官于是将巫师先生 视为嫌疑人逮捕 问讯谁 巫师无法提供案发当日的不在场证明 更无法说出凶刀之事 壮烈同事们也开始怀疑巫师 毕竟杨牛大叔都亲眼看见 其持刀的一幕 壮烈却仍然怀疑小鸡 见无法说服同事们 便干脆将义愤的超能力说出 同事们觉得超能力 简直和外星人一样不靠谱 义愤便挨个摸屯证明 大伙者才相信 义愤随即解释 巫师先生并非凶手 并将那日撞见巫师 并劝阻他行凶仪式说出 壮烈还是有所怀疑 毕竟义愤撞见巫师的那日 并非车衣员被害的日子 换言之 巫师被义愤劝退好 很可能几天后再来行凶 为了验证 一行人决定让义愤去摸巫师的屯 但此时巫师正被警官连夜盘问 很难找到摸屯的机会 这时候壮烈的一位女同事 拍上了大用场 女同事经常抓小三 为此练就了一身 读键盘和读唇语的本事 分分钟便将警官正在打的字 和说的话读了出来 发现对方要点外卖好 女同事干脆便装成外卖小哥 直接上门 并故意将外卖打翻 让警官不得不离开去卫生间 接下来壮烈带着义愤 偷偷溜进询问室 警长和同事们 则在卫生间内拖延时间 义愤终于得以摸巫师先生的臀 结果发现案发当晚 巫师先生没有去车衣员的办公室 而是去了小金的工作室 当晚小金要教巫师学英文 因为太过紧张 巫师先生居然忘了这回事 被提醒后 巫师将此事告知警官 警官也从小金处得到证明 巫师并未撒谎 巫师因此被释放 壮烈顺道问了小金的事 巫师回忆称 小金当晚比约定时间晚了半小时 壮烈亲自实验 发现从便利店 走到小金的工作室 只需半个小时 小金晚上八点下班 照理说抵达工作室应该是八点半 而当晚他却足足九点才到 壮烈不得不对多出的半个小时 起了疑心 他还发现 如果加上去车衣员的办公室 以及行凶的时间 刚好一个小时 壮烈位置与小金对质 他怀疑小金当晚是杀害了车衣员后 在付巫师的约 不想 小金却气定神闲地倒出原委 当晚下班后 他是陪义芬的外公去了车衣员的办公室 外公腿脚不便 他这才花了些时间 为了验证 壮烈想让义芬摸小金的臀 不料小金却已经猜到义芬的超能力 从上次名下圣典上 真实的屁股开始 到义芬和壮烈这个刑警走得很近 小金不难猜到真相 出乎壮烈意料的是 小金居然答应让义芬摸自己的臀 义芬摸后发现 一切正如小金所说 当晚将外公送到车衣员所在的办公楼后 小金便离开 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此外 一份还摸到 流星雨那晚 小金确实躲在牛舍的柱子后面 但位置和养牛大叔说的并不相同 而且在下流星雨之前 小金已经离开了牛舍 换言之 小金既不是超能力者 更不是凶手 壮烈郁闷了 调查到这里 嫌疑人似乎消失无踪 他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同一时间 义芬去养牛大叔的牛舍探诊 临走前 养牛大叔的女友 茶室姑娘阿兰 招待义芬吃水果 从养牛大叔处 阿兰已经知道 义芬拥有了超能力 便拜托他帮忙摸自己的臀 他想借此找到丢失的戒指 然而 就在义芬打算摸臀的一瞬间 养牛大叔忽然冲了进来 极力阻止 义芬觉得奇怪 难不成大叔有什么事 是不能让自己看见的吗 和闺蜜聊天时 义芬忽然想到 所谓的第三个超能力者 是羊牛大叔通过摸他大腿看到的 但如果大叔说往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或许第三个超能力者 根本就不存在 壮烈认为 义芬的猜测很有道理 毕竟说看见第三个超能力者的 只有大叔一个人 还可以借此将自己 排除在嫌疑人名单外 还能据此诬陷 巫师先生和小金 想到这里 壮烈重新看了 白板上列出的线索 结果发现 养牛大叔居然符合 连环杀人犯的全部条件 就在当晚 大叔来到车医员的办公室 送牛奶 他还特意注视了 以下开关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 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